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侯爷还有夫人放宽心 二公子即将承受重担 所以他必须要经历生死之劫 生死之劫 丞相 丞相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明白告知吗 二公子看上去已无呼吸 如同死去 但子牙把脉 发现了心脉一息尚存 所以子牙刚才才释法 封住了他的心脉 这么说 丞相是有办法可以救他了 子牙目前尚无办法 可以医治二公子 相公 你说这话不就等于没说吗 我听得一头雾水 你说你没有办法救二公子 可是你又封住他的心脉 这不就等于 让他做个活死人躺在那儿吗 不是的 我只是想向侯爷禀报 子牙要带二公子前去见六玉 六玉是 六玉就是 浩天金爵大地 西方太极大地 中天紫微大地 东极庙岩大地 南方南极大地 承天后土大地 因为六玉跟二公子 有师徒之缘 子牙趁此机会 让六玉打通二公子的生死玄关 七经八脉 并传说二公子武艺 将来法商一定会有帮助 丞相 只要法尔能够不死 那一切就仰仗丞相了 是啊 丞相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法尔给医治好 我已经失去博弈口了 我不能再失去法尔了 侯爷 夫人 不用担心 子牙现在就去了 众将听令 在 文太师不顾道义 夜袭西伯侯府 杨检 我命你再带元帅一职 由你领兵一万 直攻文太师 杨检领命 李将军 你也领兵一万 从右翼包抄 天化领命 天化 你也领兵一万 从左翼包抄 天化领命 下颠犬 下颠犬 土青孙 还有五级 你们守在五十里 等到文太师的军队退守之时 你们就在牛头弯 拦截他们的退路 给他们一个攻其不备 明白 明白 师叔 那我呢 小公子 你只管一心一意地去对付深宫豹 有必要之时 你要协助杨检对付文太师的雌雄双减 遵命 遵命 杨检 昨天我跟文太师交手之时 尽管只是一招 我发现文太师的雌雄双减 变得凌厉了许多 你得万分小心 杨检明白 请丞相放心 我这段日子 会带二公子前去找六玉大帝 替他医治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们都要万分的小心 互相帮助 知道吗 诺 侯爷 不知道紫牙这样布置 您意下如何 请丞相运筹帷幄 本侯十分放心 各位将军辛苦了 此举并非为法尔报仇 而是为咱们稀起一战 只要能打败文太师的兵马 那咱们就可以随时准备罚伤了 请侯爷放心 我等帝将军 全力以赴 太师 敢 国师啊 今天是老夫有史以来 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啊 是啊 太师 你说那鸡发真的活不了了吗 放心吧 如今老夫的雌雄双俭威力无比 那鸡发乃是凡人之身 他挨了老夫这一击 他逼死无疑啊 不错 太师 来 公报 再敬您一杯 国师啊 你不必客气 这段时间 你也辛苦了 太师技高一筹 公报佩服 来 再喝一杯 来 干 来 西禀太师 有何事啊 西齐的兵马 突然在我军前方三里出现身 已经向我们杀过来了 什么 杨检 你也太过分了 竟然带兵偷袭我们 文太师 以前我对你还有些许敬重 没想到 你竟如此卑鄙 居然夜袭西伯侯府 今天我杨检 第一个不放过你 杨检 是不是激发已死 你怕他在黄泉路上太寂寞 你怕他在黄泉路上太寂寞 特地过来陪他是吗 神功报 谁死谁活现在还不知道 你有种 敢给我杨检一战吗 来 我是 让老夫来 好 好 杨检 太师手中的慈兄双检 现在有金蛟茧的两个蛟蛇在 虽然是两剑法宝 但犹如四剑法宝一样 怎么 你的小小的银浆宝脊 如何战胜得了呢 老师 不要跟他多说 我们杀出去 好 太师不好了 太师 太师不好了 怎么了 太师不好了 有一路西西大军从央以包抄我们 我们好多弟兄 都被杀了 什么 太师 太师不好了 有一路西西军队 从所一攻击过来 我们的士兵死伤无数啊 这 杀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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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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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太师 你不是要领兵攻到我们西齐吗 怎么这么不开一击 将士们 告诉昭歌的士兵 让他们放下武器 我们西齐不杀投降之人 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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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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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 快 快跑 快 追赶 怎么会这样 不是啊 这儿有埋伏 怎么办 杀出去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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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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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胡今天跟你们拼了 你是谁 奴家是雷姬 雷姬 我管你是什么东西 给我下来受死 我们走 看来这些招哥的兵马已经死伤过半了 我看文太师也该滚回他的老巢了 那可不 这次我杀得最开心了 我看我们已经可以挥师招哥了 给我上 这是何方兵马 我怎么知道 管他何方兵马 兄弟们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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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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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极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啊 这我也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从哪儿 就冒出这么一只兵马来 他们骁勇善战 他们奋勇抵抗 咱们死了不少兄弟啊 然后莫名其妙又又跑了 他们连战旗都丢下了 这是什么旗 紫牙恭候六位大帝 西伯侯姬昌之子急发 顺应天命而生 如今遭逢巨难 所以想请六位大帝 救他 收他为徒 你走 干活 这个是我 你对我的 Fifth 江紫阳 吾等会将激发伤势一好 并收它为徒 这激发将为人上之人 必须经历多次磨难 吾等赐你天地心法 你须督促激发 练习天罡三十六事 和地煞七十二事 等激发修炼完成之时 便能伐咒了 紫阳叩切六位大帝 六位大帝 紫阳还想问一件事 为什么 文太师的雌雄双俭 会变得如此凌厉呢 他才一出手 就把激发打得魂飞魄散 差点死了 刚才医治激发时发现 激发中了双龙双胶四发气的重击 应是雌雄双俭里吸收了金胶俭 如今龙蛇交缠 威力无比 故激发才受了如此重的伤 这可有破解之法 若想破解 须得文龙神木 文龙神木 想不到黑图郎主亲自带兵前来助战 老夫真是感激不尽哪 来 依旧敬各位 这一晃二十多年没与太师相见了 太师真是神采奕奕不减当年呐 不敢当 不敢当 还是 黑图郎主 你不敢往日的勇猛 更加义气风发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多亏了郎主啊 要不是郎主带兵前来 帮助我们昭歌军队突围 我们昭歌士兵一定会溃不成军 郎主 我替大王敬郎主一杯 好 那今天我们就喝个痛快 来 干 啊 想必这位就是文明昭歌的 国师深宫豹呀 啊 正是 哎 对了 这位是 哎呀 你看 我还忘了 向国师和太师介绍 这位就是本军的夫人 黎姬 哦 黎姬在此敬太师国师一杯 好 哈哈哈哈 黎姬娘娘笑得好甜 呵呵 千万不要被她的笑容 给欺骗了 玉姬妹妹啊 她呀 可是出了名的笑礼藏刀 笑礼藏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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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小丫头 啊 这个 玉姬娘娘 真是厉害呀 在本军这儿 不过住了一两天 就把整个黑图和我 立姬娘娘 摸了个一清二楚啊 本军 嗯 与玉姬娘娘 谈得甚欢 所以 我 一时高兴 咱们 立刻出兵 哦 这么说来 黑图郎主出兵 全是 玉姬娘娘的功劳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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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我奉大王之命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来来来来来来 請 で歉 哈哈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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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哎呀 嗯 嗯 非常好 哈哈哈 启禀老主 啊 昭哥的玉姬娘娘驾到 啊 玉姬娘娘 美若天仙哪 啊 快请啊 快请啊 诺 快请快请 快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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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玉妃娘娘 请 娘娘请 昭歌玉妾参见郎主 好好好 玉妃娘娘 您驾到了 请上座吧 来来来 你 玉妃娘娘 那妾身丽姬 哦 她就是 是阮君的夫人 哈哈哈哈 玉妾见过黎妓娘娘 哈哈哈哈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哎哟 瞧这小脸蛋儿 吹弹可破 真是美得很呢 是是是 要是前几年呢 我也不输你 对对对 哪有哪有 黎妓娘娘天生丽质 简直是美严极了 哈哈哈哈 说得好 哈哈哈哈 那今后我就叫你玉妾妹妹了 哦 那我又多了个姐姐 哎 对对对对 哎 哎 哈哈哈哈 这玉妾娘娘 真是能说善道 精力洒脱 嘿嘿嘿嘿 本君 真是喜欢啊 哈哈哈 愚者本君喜欢 我也 喜欢呢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我 不知道你的酒量如何呀 哦 我的酒量 勉强还可以 哎呀 玉琪妹妹 你要是和郎主喝高兴了 郎主可是什么事都答应你啊 对对对 郎主如此好酒量 对呀 在我们这个黑图啊 个个儿都会喝酒 但是要论起这个酒量 哪个不是本群的对手啊 要是玉琪陪您喝上三天三夜 那郎主 三天三夜 那好 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 我们喝上三天三夜的酒 立刻到文太师的营帐 我们一起打西旗 好 好 好命呀 在 你快拿酒来 诺 来来来来来 好 娘娘 我现在就喝给你看 哈哈哈哈 怎么样 全光了 郎主如此的雅兴 这坛酒 就这么喝了 对呀 全光了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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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御妃娘娘啊 那是差了多少倍呀 这个太能喝了 我如今多了一个妹妹 这当姐姐的输给妹妹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对对 怎么样 我的伎俩还行吧 妹妹 这便是我家夫人最拿手的笑礼藏刀啊 对对对 笑礼藏刀 我一直听说狼主身边有个极厉害的人 原来就是黎姬姐姐的笑礼藏刀啊 这次多亏了黑图狼主和丽姬娘娘前来帮助 我招歌兵马才幸免于一难哪 所以本帅甚是开心 来 我们再敬狼主一杯 来 来 我看国师的酒量甚是好 国师 我敬你一杯 好 我看黎姬姐姐有兴趣倒无不可 不过我想 狼主跟姐姐救了昭哥的士兵 那明天再去挑战 应该可以齐开得胜了吧 没错 我今天只见杨姐姐他们前来 没见江子牙他来 我想那激发已经被老夫打得是命在待兴 那江子牙正在急救 所以 则已 明天我就带兵 把他们杀个 骗家不留 骗家不留 我看 明天我们不如好好地跟他们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再回来庆功 如何呀 也好 那咱们先干了这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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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丞相 侯爷 芳儿 回来了 二公子已经回来了 我刚刚替他检查过 发现他精力充沛 而且更加荣光焕发了 多谢丞相 夫人不必客气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夫人您快看 芝儿公子啊 被我相公带出来之后 回来就变得更加俊俏了 昭弟 不要乱说话了 相公 我哪有乱说啊 对了 相公 你这次出去 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有 有 那跟你说来听听啊 就是天地心法 天地心法 芳儿 二公子 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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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爹你了 快起来 不用多礼 来 让殿娘看看你 芳儿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到鬼门关去走一趟了 是丞相他把你救回来的 我到鬼门关 我到鬼门关走了一趟 我到鬼门关走了一趟 芳儿 是丞相护住了你的心脉 嗯 并带你去求见那六玉大帝 也是六玉大帝将你医治好的 哦 不只是这样 六玉大帝还把天地心法交给我 要我督促二公子 好好地炼成天罡三十六世 还有地煞七十二世 而且必须要把黄月炼好 以后伐伤一定能事半功倍的 多谢丞相 多谢六玉师父成全 好孩子 起来吧 二公子 你现在觉得身体如何呢 丞相 我现在觉得自己神清气爽 而且觉得比以前更有力气了 那是因为六玉大帝 已经打通了你的七经八脉 所以 以后你只要好好的 炼成天罡三十六世 和地煞七十二世 一定会事半功倍的 丞相 那你还不赶快教我 哎呀 走 丞相 好 走 哎呦喂 这什么跟什么呀 天罡三十六世 还没教我就去教别人了 嗯 嗯 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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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内人 我是外人 哎呀 不管是内人还是外人 我都得悬一点吧 对不对 哎 我去啦 等等我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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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发儿总算是平安回来了 这阵子我真的是担心得要命 侯爷 您怎么了 哦 夫人 你可曾还记得 为父告诉过你黑图的事情 嗯 侯爷 为什么黑图他要来侵犯我们呢 哼 该来的 总算要来了 我几场 忍了二十多年的气 你终不到了 该算总政的时候 哦 不好了 杨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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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军不好了 土行孙 有敌人来袭 土行孙 什么情况 你详细说清楚 杨家军 我和武器还有天花 正在操练兵马的时候 我发现地表上有轻微的震动 所以我钻地去观察 发现有一支队伍眼神而至 我就回来禀报元帅 杨家军 杨家军 目前丞相不在 由你代为元帅一职 我出去看一看 有什么情况 我再回来向你禀报 那好 那有劳林将军了 同行孙 我们走 小丁选 传令下巨人 军营准备 准备随时出京 有密要的话 由你我亲自率兵 揭去迎击 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黑族的狼主 碗木端 偷偷地带兵来我们西齐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西齐算什么呀 你 本郎主 太师是多年的好友 文太师 已经把新帝的旨意传给我黑土 要是实相的话 这吉昌那个老二乖乖乖地把西齐给我献出来 免得老百姓死伤 不然的话 我大军一到 你们个个小命难保 哼 大眼不惨 可我收了你 这人看起来武功不凡 力大无穷 那李将军 我去帮图清算 小心 好 停 走 怎么 想以多欺少啊 你是谁 黑屠狼主夫人 莉姬 黑屠狼主 你们竟然助手为虐 带兵来偷袭我们西齐 黑屠狼主夫人 我奉劝你们 赶紧带兵撤回 想要我走啊 行 只要你打败我 我马上就走 这 吴 用火的鼓励 吴 以往 用火的鼓励 吴 武吉 李将军攻函身后 我去跟他换 好 你去吧 小心点 好 快去吧 林将军 你去帮我及 这女人交给我啦 你小心 小屁孩 毛都没长全 敢跟老娘斗 小屁孩 我让你见识下 我这老小孩有多厉害 说我小屁孩 那你这婆娘怎么来了 小屁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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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走 跑啦 胆小鬼 夫人 你已经是不是来晚了 一点都不晚 夫人哪 你来得正是时候 只可惜 让他们都给逃脱了 没关系 今天刚刚跟他们一战 他们就被我们打伤了吧 这些西齐的将士 也不像文太师说的那么厉害 依本军看 以我们的力量 我们很快就要把西齐给它灭了 到那个时候 西齐的大片领土 它就是属于我们的了 夫人 五极 你站好 丞相 是黑图郎主玩木端 带兵偷偷地来到我们西齐 我看到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没想到 他们那边有个妖女非常厉害 不知道用什么妖法打伤了五极 妖女 好 行了 谢师傅 你先坐下吧 碰到妖女的话 就应该派我这个圣女去对付她 相公 要是这个妖女来叫朕的话 就派我去应对 你拉倒吧 师母 我都不行了 何况你一个圣下的女人 你去有什么用啊 这梅文化真可怕啊 我那个叫圣洁的圣 圣女 懂不懂我 来来来来来 说错话了吧 专相 杨将军一听到此事立马前去 说要与那顽木端单挑毒斗 杨俭前去也未尝不可 只是刚才武极的伤口明显中了毒 还好它中毒不深 所以我刚才施法 把毒逼出了一些 无极 你现在觉得如何 二公子 这 这个伤口暂时没什么事了 已无大碍 专相 那黑图郎主顽木端 力大无穷 而且他的夫人黎姬 更会用妖法 我看现在 还是由我前去会会她吧 专相 何必亲自前去呢 我刚练完天罡三十六师 就让我去会会她吧 这也好 而且我看过天帝心法 我在当中也领悟了一个 天帝阵法 李将军 就由你带领天化 土星孙 还有武极 赶紧去把它练出来 我相信一定可以把它们困住的 好 那 专相 我呢 如今杨俭在外面对敌 你还是留在谷里保护大家吧 哦 好办 这样 我赶紧把这个天帝阵法详细跟你说一说 好 来 这个 这个 让我呢 黑图狼主 我稀奇 与你们黑图本不曾交恶 狼主如此大动干戈 岂不伤了何计 呢 词曲 李宗盛 繁星天天 恍惚多少年间 风吹扬柳花绪漫天 红浮绿漆 刻下两段沉眠 回望天使辗转相恋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千变 再多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花绊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有你的明天 回忆是条长线 盘旋无几千变 再多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死不见 暗恋花绊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有你的明天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